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看了《善母儿祭上》之后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善母儿祭下》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看这一卷书之前呢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再次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 主要让我们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主要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里面来学习 来更加的认识你 求你也来同样的 今天向我们凡是愿意听你话语的人来说话 天父啊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在《善母儿祭上》我们看了 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是怎么从40时期过渡到猎王时期 然后《善母儿》怎么样高立 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和第二个君王 接下来呢 在《善母儿祭下》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善母儿祭上》的《善母儿祭上》 我们会看到《善母儿祭下》的《善母儿祭下》的《善母儿祭下》呢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大卫做犹大王 我们知道大卫在他年少的时候上年时期 上帝 上帝已经邂母儿借着《善母儿祭上》的《善母儿祭》她去爱ove上的《善母儿祭上》的《善母儿祭》 保are的《善母儿祭上》在《善母儿祭上》的《善母儿祭上》的《善母儿祭》 但是他两次都没有做 因为他敬畏神 他顺服上帝的主权 他不敢害 所以他不敢害上帝的受告者 一直到等到上帝的时间到来 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 当大卫听到扫罗 当他听到扫罗战死 死在战场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高兴 他反而觉得很哀痛 然后就将假暴信息的少年人 自称杀死扫罗的人 把他处死掉 接着他就做了一首歌 一首诗歌来悼念扫罗还有越拿丹 这首歌名叫功歌 在这首诗歌里面 他称赞扫罗是以色列宗的尊荣者 是他们的大英雄 这个就是基利波山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战死的地方 这个是以色列平原 从基利波山我们就看到 他是光秃秃的一片 那么以色列平原呢 是很茂盛 植物生长很茂盛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看见 这个 这个呢 基利波山呢 就应验了这个大卫王 他讲 他怎么讲呢 他讲 在哪里 基利波山 愿你那里没有余路 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购物 他就应验了这个 大卫对基利波山的咒诅 在圣母的记下 有两次提到 大卫 两次 爱哭 一次 就是这一次的为扫罗王爱哭 还有另外一次 为他的儿子的死 亚撒龙而爱哭 这两个人呢 都是 要杀死他的仇敌 但是呢 大卫却为他们爱哭 因为这个扫罗 他葬王之后呢 大卫就求问上帝 问他 能不能上到犹大的一个城去 那么耶和华上帝就应允他 上到西伯伦 结果 大卫就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去到西伯伦这个地方 大卫呢 也将这些跟随他的人 一起带到西伯伦 然后到了西伯伦 这些犹大人就高立了 大卫做犹大家 犹大支派的王 所以 大卫这次呢 是在犹大这个支派 这一个地方 做犹大人的王 所以他做完只局现在 犹大支派 他在西伯伦一共做完七年半 当大卫在西伯伦 做完五年半的时候呢 扫罗的元帅 就是亚尼尔 亚尼尔就把他的扫罗的儿子 伊斯波瑟 带过河 本来他们是在 这个 约旦河西 约旦河西 然后呢就把他约旦 带到约旦河东 马哈涅这个地方 在马哈涅做完 立这个伊斯波瑟做完 让他治理这几个地方 就是基列 亚苏利 亚苏利 也斯列 以法连 变亚明 还有以色列众人 就是以色列 其他地方 就是 伊斯波瑟做完 除了犹大支派 是 大卫做完 我们看这个 亚尼尔是谁 基本上 亚尼尔可以说是扫罗的堂兄弟 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兄弟 亚尼尔就带了扫罗的儿子 这一位伊斯波瑟 带了伊斯波瑟 就是他的治儿 在马哈涅做完 所以一个在马哈涅做完 大卫在西伯伦做完 在这段期间 大卫家 还有扫罗家 不断有内脏 虽然是同样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常常之间 他们这两家之间 常常有争争 争吵 战乱的事情 大卫家跟扫罗家之间的内战 开始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呢 就是亚尼尔带着 这个伊斯波瑟的仆人 从马哈涅 去到祭变 那么呢 这个约亚 约亚就是大卫的元帅 大卫的元帅 约亚呢 他也带了大卫的仆人 从西伯伦去到祭变 他们这两帮人呢 就在这个一个池子旁边 一个池边相遇 这个就是祭变的池子 那么呢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 亚尼尔就开始就提议 让这些两帮的仆人呢 在他们面前戏耍 戏耍的意思 其实是说 要他们在他们面前打架 所以约亚就说可以 结果两帮的人呢 两家的人就开始打了起来 结果在这一次的 在争战当中呢 这个约亚的兄弟 就是 这个大卫的元帅 约亚他的兄弟 亚撒黑 因为要去追赶这个亚尼尔 然后呢 这个亚撒黑 就被杀死掉 不单单死了 这个亚撒黑 这个大卫家呢 加上亚撒黑 一共死了20个人 然后伊斯波瑟家 就是扫罗家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 他的家呢 就死了360个人 相比起来呢 大卫家算是赢 胜利大卫家胜利 这个扫罗家 他打败仗 所以因为他死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事件呢 就像我们暗示了 他大卫家 渐渐的兴旺 扫罗家 慢慢的衰败下来 所以在三章一节 他讲 扫罗家和大卫家 争战许久 大卫家日渐强盛 扫罗家日渐衰弱 接下来的故事呢 也告诉我们 扫罗家 他继续的没落 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 这个约亚和约尼尔 之间的战争 这个战争的开始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亚尼尔呢 他在扫罗家 很有权势 很有权势 那么呢 有一天 有一天呢 这个亚尼尔呢 就被指控 跟扫罗的这个飞兵 飞瓶啊 通奸 有奸情 对于四波社来讲呢 亚尼尔他所做的事情呢 是在 溃烫王位的叛逆行为 因为呢 跟先王的飞瓶 这个 一起睡的话呢 就表示说 他有 可以继承 那个先前王的 王位的这个特权 只有继承 王位特权的人 才可以跟 先王的这个飞瓶呢 同传啊 所以呢 亚尼尔这一个 这一个 行为呢 对伊斯波社来讲呢 他是要在 可能要在 抢夺他的王位 所以伊斯波社呢 就认为呢 就很不满 这个 这个 亚尼尔这样子的做法 亚尼尔呢 听到了 听到这个 伊斯波社 这样子的说法呢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他对伊斯波社讲 他说 我岂是犹大的走狗吗 他以为呢 这个亚尼尔要造反 要造反 结果呢 亚尼尔他就真的 真的要背叛 后来呢 他因为很生气 就真的要背叛 这个伊斯波社 结果 他就 去 派人 派人去 告诉大卫 要帮助大卫呢 建立一个 统一的王国 要让大卫 坐上 整个 以色列国的王位 后来呢 他不单单派人去 他还亲自 去造反 结果 当 当这个 亚尼尔呢 他 要离开 这个王宫 离开大卫 建了大卫之后 要离开的时候呢 就被 约亚知道 结果呢 又把这个 亚尼尔叫回来 然后把他杀死掉 这个约亚呢 他把这个 亚尼尔 杀死掉 一方面 他是为了 要帮他的弟弟 亚撒黑 报仇 另外一方面呢 约亚可能也考虑到 如果 亚尼尔 他对大卫 所承上的 这个 这个 协议 实现的话 他作为 军长 作为元帅的地位 可能将不保 会被亚尼尔取代 所以呢 他就把 约亚就把 亚尼尔 这个 干掉 把他杀死掉 当这个亚尼尔呢 这个 在城里面 被杀死的消息 一传出之后呢 哇 这整个 以色列 百姓呢 甚至连 犹大的百姓 他们都肯 都认为 杀死这个 亚尼尔的人 最大的 嫌疑犯 就是大卫 后来 我们看见 大卫呢 他知道 亚尼尔被杀之后 他就为 亚尼尔 哀哭 为亚尼尔来 禁食 大卫的 这个举动呢 就让 这些百姓们 不再怀疑 是大卫 把亚尼尔杀死 所以呢 大卫呢 他就赢得了 百姓的信赖 亚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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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以为把伊斯波瑟杀死之后会得到大卫的称赞 然后会得到大卫的赏赐 但是谁知道事情却完全出乎于他们意料 超出他们的预料 大卫既然吩咐人把他们杀死掉 砍断他们的手脚 所以他们以为 其实这两个叛徒的行为 可以帮助大卫更快速的成为 以色列全国的军王 但是他们的手算很卑鄙 很卑劣 所以被大卫定罪 从这两件事情我们看 亚尼尔的死 伊斯波瑟的死 还有伊斯波瑟的两个叛徒的死 显示了大卫在国内所有敌对的势力 都这个处境都已经消除了 对于这些人的死呢 人们会想到 人们肯定会想到 这个杀死他们的元凶呢 就是大卫王 大卫王将他们杀死之后呢 他就可以巩固他的这个做王的这个地位 可以成为全国的王 但是呢 从圣经的描述我们都看到 都特别 特别的提到 大卫本身呢 他根本没有要报复扫罗家的任何的意图 圣经特意的这样子的描述 就是要让人看见 大卫呢 的伟大的 他的信仰的人格 他的品格 他表明呢 大卫王 大卫呢 是配得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他凡事都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 使大卫呢 他自己呢 成为这个合乎神性意的人 好 所以从这一个段落 第二章到第四章呢 就应验了 大卫家日皆强盛 扫罗家日间的衰弱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大段 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 记载在第五章到第十章 这个时候呢 扫罗家呢 已经没有人在记这个扫罗的王位 伊斯波社的王位 所以以色列的众资派呢 就来到西波伦 要推荐大卫做王 为什么他们要推荐大卫做王呢 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 第一 他们呢 跟大卫呢 都同是土肉来的 是同胞 都是以色列人 第二呢 早在这个扫罗的时代呢 这个大卫就已经做他们的领导人了 带领他们进进出出 第三 最重要的呢 就是上帝呢 也曾经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于是呢 他们的长老就跟大卫立约 然后高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大卫这一次呢 是第三次被高做王 七年半前呢 他只是在西伯伦做王 那么呢 现在呢 他是做全国全以色列的王 他做了33年 33年的王 所以大卫一共在位40年 大卫在做全以色列的王之后呢 有发生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等一下我们要一件一件来看 第一就是呢 他就建 建都耶路撒冷 把金城呢 搬到耶路撒冷 第二 他打败菲利斯人 他迎回约会 然后有大卫之约 上帝跟他立约 然后他征服 其他菲利斯人的地 好 然后他又恩待扫罗家 又击败仇敌 等下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 大卫登基成为全国 全以色列的王之后 他第一件说的事情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 这个首都 迁移到 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大卫选择耶路撒冷成为他的首都呢 是有原因的 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住着也不私人 然后呢 大卫就占领了这一个地方 然后把它叫做大卫城 从此呢 耶路撒冷呢 就成为了这个神的圣城 这个耶路撒冷呢 是很适合作为新的首都 原因是呢 第一呢 他位于中心地区 比起这个西伯伦 还有马哈念 或者是马哈念呢 这个耶路撒冷呢 比较 是比较属于这个 以色列的中心地区 然后第二个呢 他是位于南边 犹大 还有北边 以色列这个各支派的之间 哈 所以他是在这 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边界上呢 他不属于任何支派 所以呢 犹大支派 或者是边雅明支派 都不能宣称这个城市他们的 哈 所以没有的真 没有的好真 第三呢 这个地势呢 耶路撒冷这个地势呢 很容易守 但是很容易 很难被攻进去 因为耶路撒冷呢 四面都有这个山谷 环绕着他 啊 所以呢 他是很 也是一个天然 很天然的这个防 防护 是很 很好的 天然的防护 很好 很好的地方 嗯 然后呢 第四呢 他有良好的水源 所以他具备了发达成大城市的条件哈 在 嗯 这个 五章十节哈 都讲 大魏日渐强盛 因为耶和华万君之神与他同在 结果呢 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哈 这个西罗王就把啊 各种 嗯 这个香薄木 运到大魏那里哈 然后又拆遣木匠石匠给大魏建造宫殿 好 这个这些呢 都告诉我们呢 啊 这个 都都证实呢 大魏呢 是怎么抢胜 耶和华上帝怎么样的 嗯 跟他同在哈 然后又讲到 他有很多的 妃嫔 啊 又有 又娶了很多的老婆 又生了很多的儿女哈 都告诉我们呢 啊 这个大魏呢 是越来越 防 防胜的哈 好 如果我们看哈 这个耶路撒冷呢 离开这个马哈念 不远 只有六公里哈 但是呢 扫罗他做完四十年的时间呢 都不能够占领他 而大魏之所以 他能够恭敬这个 呃 耶路撒冷呢 不是因为他比扫罗厉害 啊 而是呢 是上帝与他同在哈 是上帝与大魏同在 所以呢 他能够恭敬耶路撒冷 占领了那个地方 然后呢 又在那个地方 生儿育女 日渐的防胜 日渐的强生 啊 所以啊 这个就是上帝跟他同在的 凭据 非力士人听说大魏 做了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他们呢 就上来要攻打大魏 大魏呢 他在两次对抗非力士人的战斗中 都特别提到啊 大魏呢 这个寻求耶和华 应该怎么样去应战 当然上帝都回应大魏 给他指示 结果呢 大魏呢 在这个 这个 非力士人的战斗中呢 取得大胜利 啊 你看 大魏 尊着耶和华 吩咐去行 攻打非力士人 从加巴 指到基设啊 啊 所以 大魏取得大胜利 他的秘诀在哪里呢 他的秘诀在于 他 尊着耶和华 所吩咐的去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大魏他不当在旷野的时候 反是寻求神 现在呢 他坐在王位的宝座上的时候呢 他也是反是寻求神 当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打败这些的仇敌 所以 这个大魏呢 他和神心意 是因为 他心中有神 他所以他会可以依靠神 大魏在确立了做以色列王的 政治权利之后呢 现在他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信仰的问题 他决定把放在激烈野灵 差不多70年左右的时间呢 放在那里70年左右呢 的这个月柜 搬回首都耶路撒冷 所以 为了要搬回这个月柜呢 大魏就做了很多准备 做了这个很详细的准备 虽然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呢 最终还是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 人呢 必须把这个月柜 抬着 用人这个细时抬着月柜 但是呢 大魏呢 他却用牛车去拉 并且呢 这个乌萨呢 当看到这个月柜 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呢 就去碰了月柜 因为呢 其实呢 人呢 是不可以去碰月柜的 所以乌萨因为他 违反了 这个搬运月柜的 这个律法 所以呢 乌萨就被击杀了 于是呢 大魏呢 他就不肯将这个月柜 运回这个大魏 成耶路撒冷 他就把这个月柜呢 送到哪里呢 送到这个 而别以东 利位而别以东的家 这个可拉后裔的地方 好 那么大魏第一次搬运月柜 失败后的三个月 他又再次决定 把月柜搬回来 他明白了第一次 搬运工作的失败的原因之后呢 这一次呢 他就叫祭司去抬月柜回来 那么他又听到这个 月柜在尔别以东家呢 尔别以东家就受到 大祝福的消息 那么呢 这个大魏就做自我防省 所以呢 这一次呢 他就遵照 上帝所定下的这个规则 然后呢 就把月柜运回耶路撒冷 好 那么大魏呢 在看见这个祭司 这个财字月柜走论六步之后呢 发现没有事情 哇 这个大魏就很高兴 他就不顾自己的体面 他就脱下他的朝服 然后穿上细麻布的衣服的 在这个众人面前尽情的跳舞啊 大魏的这个举动呢 是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感激 月柜呢 就象征上帝的统在 所以大魏呢 把万君之耶和华啊 其实他把这个 他这么看重月柜 搬运回来 其实呢 他是 把这个上帝呢 看为是他的王国的真正的统治者 所以他看到这个月柜可以搬回来 他就很开心 相反的呢 这个大魏的老婆明甲 他看见上帝的月柜进入大 这个大魏城呢 不但没有丝毫的感激 没有不会激动 也不会喜悦 他反而呢 看到大魏在跳舞的时候呢 心里面呢 就开始 轻看 轻看大魏 认为呢 这个大魏呢 作为一国之君 竟然 有识君王的体统 这样子在百姓面前 这样子的跳舞 所以呢 上帝呢 就死到米家 因为他亲世大魏 所以呢 就死到米家 从此呢 不能够生养儿女 一直到他死 大魏把这个月柜 搬回这个 耶路撒冷 然后呢 他住在自己的宫中 上帝有死他 天下派平 他稳住了政权之后呢 大魏就有了要建造 存放月柜的圣殿 的这个意愿 但是呢 上帝呢 却不允许 大魏建造圣殿 虽然上帝没有允许 大魏建造圣殿 但是呢 他却冤纳大魏的这个心思 所以呢 他应许了 比 应许了大魏 这个比这个建造圣殿 更加好的一个应许 就是呢 大魏之约 大魏之约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定 上帝跟大魏之间的约定 好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基本上有 是这样子的 第一呢 是对大魏 他本身的应许 在这个应许里面呢 上帝 应许大魏 得大名 然后应许大魏的家 还有他的国 会永远立定 大魏的国位呢 也会永远坚定 好 第二呢 就是对以色列国的应许 上帝应许呢 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民呢 以色列他们不会 这个地方呢 不会再被迁移或受饶害 他们会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得以示尽平安 然后第三呢 应许呢 就是对大魏后裔的应许 上帝应许 这个大魏呢 他的后裔 等到他受数满足 他死之后呢 他的后裔会接续他的位 然后呢 他会坚定他的国 然后大魏的后裔呢 也会为上帝建造殿 然后上帝会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这里的后裔 这里的后裔 首先他指的当然是所罗门王 但是呢 这里呢 也预示将来的那一位 要来临的弥赛亚 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魏的后裔 耶稣基督就是从大魏这个命脉而出的 所以大魏之约呢 他是以亚伯拉罕之约 还有这个巴勒斯坦之约 作为基础的 这里有讲到 关系到土地 后裔 祝福和救赎的应许 所以 当这个 当这个大魏从哪干先知 听到这个上帝 对他的约定之后呢 他表明他觉得自己不配 但是呢 上帝还照着他的应许 来兼顾他的王朝 所以他觉得很感恩 所以尽管大魏呢 他的愿望 要坚定的愿望被拒绝 但是他却没有愿言的 向上帝献上 感谢的祷告 所以我们看见 大魏呢 他不单单 愿意为神做事情 他也愿意为神不做事 当上帝不 叫他不要做的时候 他也愿意不做 所以大魏呢 的行为呢 给我们看到 他完全是 这个彰显 他完全顺从上帝的 这样子的一个信仰 上帝跟大魏立了 这个大魏制约之后呢 我们就真的看到 上帝成就了 他对大魏的应许 就是呢 使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呢 使他们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 扰乱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大魏建国之后呢 建立他的王国之后 他第一次 对外施行的征服的战争 就是在这个地 八章这里 在这一次的征服里面呢 大魏他死到费力士 这个是红色的地方 都是代表大魏征服的地 就是这一些的地方 以东摩亚 亚门大马社所巴 这些人呢 都臣服在大魏之下 这一个这些呢 就是这个 大魏和所罗门的时代 最全盛的时代 上帝使他们安静 不被四周的仇敌所扰乱 在第九章我们看到啊 就穿插了一段 大魏呢 他上代 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舍的 这个一段的 这个叙事啊 这一段插曲呢 其实是要让我们看见 大魏他不单单是对外 开展征服的工作 他在内部呢 也努力施行上证 这件事呢 反映呢 大魏呢 他有很崇高的品德 他不但没有对扫罗家 斩草除根 打击 没有去报复他们 用人的方法来兼顾自己的国位 反而呢 他按照 他跟这个约拿丹的约定 去上代他的家人 所以 这个米菲波舍 这个就得到这个 这个大魏的恩代 没有帮他 没有把他杀死掉 反而得到大魏王 这个很厚 厚厚待他 第十章就讲到 这个亚门王 谁要他死 他死了之后呢 大魏因为顾念他过去 曾经厚待他 所以他就派了死者 去慰问 这个 这个亚门王的儿子 但是呢 那这个儿子呢 他就 亚门王的儿子 哈嫩呢 就以为 大魏是派探子来 所以就把这个死者的胡须 剃掉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身的 下半载的衣服 来羞辱他们 所以因为这一件事呢 就引发了大魏 跟亚门之间的战争 那么亚门呢 就跟这个亚兰人 联手 啊 来跟这个 的以色列人 对战 但是虽然呢 有亚兰 亚兰人 帮助亚门人 啊 这个以色列人呢 还是取得最终的胜利 后来呢 啊 这个亚兰人呢 就归服了以色列人 不再去帮忙 亚门人 啊 所以这样呢 啊 我们就看见了大魏呢 他就平服了 四境啊 境内境外啊 所有仇敌 然后他就在他的 呃 执掌完全的时候呢 得享平安啊 上帝呢 就成就了他的应许 在这个大魏王的身上 大魏的前半身的历史呢 是光明磊络 令人敬仰 啊 他虔诚奉上帝 对人宽容 啊 然后呢 他很勇敢的战争 很精明的办事 啊 因为他谦卑的在神的面前 上帝就 逐渐的 让他步步高升 可是呢 在十一章之后呢 十一章之后的叙事 就开始不一样了 啊 这一章开始呢 就讲到大魏犯罪 还有他犯罪所带来的后果 十一章可以说是区分 圣母尔记下内容的关键的章节 本来在各方面都取得多次胜利的大魏呢 因为在跟八十八的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犯罪 而使到他的家族 还有他的国家 遭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灾难 好 这个大魏呢 啊 就是当以色列人的军队出外 跟亚蒙人打仗的时候 大魏 他本来应该呢 率领他们出战 但是呢 他却待在王宫里面 在房顶上游行 那么他就突然间看到一个妇人在冲凉 他就开始动了一面 接下来呢 他就一步一步违背了 十诫里面的五条诫命 好 他就开始做什么呢 贪恋别人的妻子 然后又偷别人的妻子 跟他放奸淫 然后呢 他就向这个妇人的丈夫 就是乌利亚说缓做见证 好 最后呢 又杀害乌利亚 好 那么呢 啊 当这个乌利亚死了之后呢 大魏就把这个八十八 他接到宫里面 他就做了这个大魏的妻子 后来就给大魏生了一个儿子 当圣经形容 这样子形容 大魏所行的这是 耶和华圣不喜悦 上帝呢 看大魏在这件事情上呢 是罪大恶极 结果呢 在八十八生下儿子之后 上帝呢 就派了拿当先知 去这个责备 责备大魏 拿当先知呢 他 本来先开始 先用一个比喻 用一个故事 来告诉大魏 就是讲到一个富有钱的人 去抢了一个穷人的 一个母羊羔的故事 那么大魏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深深觉得自己最大声重 最恶声重 然后他就觉得 很后悔 很懊悔 所以我们就看到 四篇五十一篇 就是大魏在这件事情 过后所写下的 忏悔诗 表达他的悔意 那么呢 大魏在拿当先知 责备他的时候呢 他没有辩解 他就是真的很懊悔 自己所做的事情 大魏他虽然认罪 悔改 但是呢 他也必须负善 因为他所放的罪 而带来的大价 结果呢 他 要负善什么代价呢 第一 就是呢 刀剑 必不会离开他的家 第二 他的家呢 会有祸患 第三 他的妃嫔 会赐给别人 在日观之下 跟他们同情 好 第四呢 就是他的孩子 就必定要死 结果我们看到 八四八呢 和大魏生下的孩子呢 真的是 腰折了 接下来 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的张杰就应验了 拿当先知的预言 在大魏的家中 不断有不合法的性关系 然后还有谋杀 还有一谋 反叛的一谋 在大魏家中发生 好 接下来方式的事情 是这样子 这个大魏的长子 安嫩 就强暴了自己 同父一母 同父一母的妹妹 他妈 那么呢 这个他妈的哥哥呢 亲哥哥呢 同父同母的哥哥 亚沙龙 就是大魏的第三个儿子 他听到这件事之后呢 就很生气 就决定要为妹妹报复 所以两年过后呢 他就把安嫩给杀了 那么他把安嫩杀了之后呢 就这个 就逃 就开始逃 逃到基苏去 去投靠他的外祖父 基苏往那里 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三年 这个是亚沙龙的叛乱 的整个过程 好 那么呢 后来呢 这个约亚 约亚就请了一个妇人 来为亚沙龙说情 然后亚沙龙呢 就被允许回到耶路撒冷 可能要亚沙龙回到西伯仁的时候呢 不是回耶路撒冷 后来他又到西伯仁 那么呢 他让 请求大魏给他去西伯仁 那么呢 他就在那里开始 密谋造访 大魏呢 他听到亚沙龙 要造访 就开始逃 逃难 逃到马哈念去 这个旁边的地图就是第五 他逃到马哈念 那么亚沙龙的军队呢 也去追赶这个 这个大魏 一直到过约当河 去到以法连树林 结果呢 这个大魏呢 他也派兵 派三队兵去跟亚沙龙交战 结果呢 亚沙龙呢 就在这一个战场上呢 被杀死 后来就被约压 被约压 用剑刺死 虽然大魏跟他的儿子们 在犯罪 但是呢 上帝呢 却没有放弃 因为犯罪而堕落的他们 上帝的管教呢 还是临到他们 是为了防止更进一步的腐败 也同时呢 是为了要建立新的秩序 因此呢 大魏呢 就是因为他顺服神的心意 所以他能够从逝去 因为他这个逝去亚沙龙的时候 他很悲伤 但是呢 他还是能够从逝去儿子的悲伤中呢 重新站立起来 他回到宫 回宫 去收拾这些分散的明星 当亚沙龙死了之后呢 这些原本支持亚沙龙做完的人呢 又回来 要大魏做他们的王 那么大魏呢 为了要挽回人的心 就立了这个亚马沙 亚马沙做元帅 来代替越亚 亚马沙呢 他曾经做亚沙龙军队的元帅 所以但是现在呢 大魏呢 竟然要立亚马沙 做他的元帅 来代替越亚 为什么呢 第一呢 是可以赢得叛军的效忠 他立这个亚马沙作为元帅呢 是可以 是要赢得这个叛军 就是支持亚沙龙的人的效忠 第二呢 以亚马沙代替越亚呢 是要处罚这个越亚过去 他所犯的罪 他没有听这个大魏的话 第三 亚马沙呢 他对犹大的很多领袖呢 很有影响力 所以呢 这个大魏呢 他所做的这个举动呢 其实呢 是要统一 要帮助国家 可以更加巩固 统一 这个巩固他的政权 所以大魏呢 他不计前嫌 像他曾经背叛 他的犹大人呢 表达善意 目的是要使国家安定 结果呢 因为这个大魏的这样子的举动呢 就挽回了有大人的心 所以他们就请这个大魏 回来做王 那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出来迎接他 圣经有提到三个人 特别是四枚 米菲波瑟 还有巴西来 这三个人 其中呢 那这个四枚呢 曾经呢 在这个 这个大魏 逃离亚沙龙的追杀的时候呢 他去鲁骂 鲁骂这个大魏 但是呢 大魏 他看到这个四枚来迎接他的时候呢 他这个四枚呢 他这个四枚呢 请求这个大魏 饶命啊 饶命 他向大魏认错 那么大魏呢 为了要国家安定 为了他的政治目的啊 不要影响百姓的感情 特别是呢 不愿意引起这些变亚敏制派人的买怨 所以呢 他就 呃 表示呢 赦免这个四枚哈 啊 没有秋后 然后没有去 呃 跟这个四枚来算战 但是呢 他并不表示说 这不表示说 他容忍四枚的罪 他只是拖延了对四枚的惩罚 到最后 后来啊 猎王纪上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大魏呢 他最后呢 有吩咐 这个所罗门呢 把约压处死掉 啊 当众人欢欢喜喜的 把这个大魏呢 送过约旦河之后 这个以色列家 还有犹大家 又开始在那边吵哈 他们为了什么吵呢 这个以色列人呢 就责怪 这个犹大人 啊 借王回来的时候 却没有 却没有通知他们 哈 那么呢 啊 这个 犹大人呢 却认为呢 啊 这个大魏王 啊 是跟他们是亲属关系 是自己人 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放怒呢 啊 他们这样子借王回来 其实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啊 但是以色列人却认为呢 啊 这个按照支派呢 他们有十个支派 他们的人数多 所以呢 他就觉得呢 这些犹大支派的人 轻看他们哈 这个请王回来 也不跟他们商量 所以呢 在这边吵 就在这个时候哈 这个变阳闽人四八 哈 这个四八呢 就开始 制造这个反叛 制造 要造反哈 趁机要造反 结果呢 啊 就应验了这个刀剑 永不离开你的家 这样子的一言哈 所以啊 后来我们看见 虽然呢四八被杀哈 叛乱的事件 平息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哈 这一个事件呢 就给我们看到 其实呢 以色列百姓之间呢 他们之间的冲突 之间的内乱啊 并不是 一天两天形成的 我们说冰冻 三日飞 一日之寒 他们之间呢 长期都弥漫着 这个嫉妒 啊 竞争的心哈 这种紧张的关系呢 就是后来呢 使到 这个所在所罗门时候 这个以色列国 分成南国 北国的主要的原因哈 所以四八的叛乱事件呢 告诉我们哈 大卫王国呢 他其里面呢 其实都一直存在着 这个 纷争的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哈 然后这个纷争的祸根呢 就是因为大卫的犯罪 大卫罪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呢 也给我们看到哈 以人的手呢 是不能够结束这种 叛乱的恶性循环 后来我们会看到 这样子的叛乱呢 不断的在以色列当中发生 好 人的手是不可能 不能够结束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因此呢 我们不能靠人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读者呢 这个作者呢 就 其实要表明 从21到24章的记录来看呢 他是记录了一些很 看过去好像很不连贯的事情 零零上上的哈 没有按照时间和先后次序来记录 他看是很零碎的一些的附录哈 从文学的结构上呢 其实呢 这四章呢 是精心安排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对称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这个哈 从这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呢 他的开始呢 是以在14节他讲到哈 此后上帝垂听国民所求的作为开始 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又以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作为结束 表明了这一段结尾呢 是一个完整的结尾来的哈 因此呢 当我们把这四章结合一起大家看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其实呢 从大卫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的一生呢 为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一些属灵营产 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 这个结尾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看的哈 AE讲到神降下饥荒 要洁净神的国度 然后呢 神赐下大人的勇士 C就人把荣耀归于神 然后神就把应许赐给人 然后上帝就赐下中心的国度勇士 然后上帝的预备建立国度 我们来看哈 就是AE神降饥荒 洁净国度 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 讲到以色列帝 他一连三年面临饥荒 普遍来说呢 这个时间 这个一连三年面对饥荒 肯定是有他的缘由的哈 所以呢 大卫就求问上帝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饥荒 上帝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这个饥荒呢 是因为扫罗 他 流人血的罪哈 是因为扫罗的缘故 扫罗呢 他曾经 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曾经启示哈 不会去碰这个鸡变人 那记得吗 在约书亚记的时候 鸡变人 假扮 从远处来的人 来到约书亚面前哈 所以约书亚呢 就被骗了 就跟他们立约 不会去攻打他们哈 但是呢 扫罗呢 他却去 屠杀这些的鸡变人哈 结果呢 啊 鸡变人呢 就要求 啊 这个大卫 处死扫罗的七个子孙 啊 来报复扫罗的恶行 啊 大卫呢 最后呢 就将 啊 这个扫罗七个子孙 交给他们哈 所以当这个 啊 这个罪呢 的事情被解决之后呢 啊 上帝百姓 把一切事情 都做对的时候 破口被堵住之后呢 就讲哈 啊 这个圣经就讲 上帝才垂听国民的请求 就结束了这一次的管教 嗯 接着下来呢 就讲哈 这一些人 在这个21章15到22节就讲到哈 很简短的叙述大卫的手下 这些人跟着大卫到处去打仗 在机场的战役里面呢 他们帮助大卫打败菲利斯人 好 这个大卫呢 他年轻的时候哈 啊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能够打败这个菲利斯人 戈利亚哈 枪头中600色克勒哈 的戈利亚 但是呢 大卫年级大了以后呢 他却打不过枪头中300色克勒 啊 的这个 以死比诺哈 这个巨人哈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哈 嗯 好 大卫呢 甚至他需要这个雅比塞 去帮助他 哈 以前大卫自己可以打败这个巨人 但是现在呢 他老了 他不能够 啊 去打败这个巨人哈 所以呢 上帝呢 就为大卫兴起了很多的勇士 来跟大卫配搭 哈 当扫罗王呢 哈 当扫罗王他不顺服神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列百姓 在面前 在巨人面前 感到极其害怕 扫罗自己也害怕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当大卫他顺服神的时候 他堵住了 嗯 他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他愿意敬畏神 上帝的百姓呢 却出现了许多可以打败巨人的这些勇士哈 所以这些 这一段记录呢 都描述 大卫的勇士呢 打败了这些 嗯 非利式人的巨人哈 哈 西比盖 OK 打败了 撒福 嗯 伯利人 伯利恒人 雅雷 俄尔金的孩子 以乐哈南 就打败 加特人 哥利亚 然后 大卫的兄弟 越拿丹 这个 呃 兄弟 斯米亚的孩子 越拿丹呢 也是 打败了这个巨人哈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 呃 帮助大卫 跟大卫配搭 把他们当中的敌人 赶走的哈 所以我们看见 啊 大卫呢 虽然他从战场上 退下来 但是呢 却不影响 这些百姓打胜战 因为呢 上帝自己呢 他兴起了 呃 大人的勇士 来帮助大卫 咸米呢 其实呢 这些以色列人的战胜 战胜呢 是上帝在帮助他们 不是靠着大卫来帮助他们 在22章所记载的这一篇的诗篇 啊 大卫所写的诗篇 跟这个诗篇十八篇 啊 几乎是相同的哈 这篇的诗篇呢 是 大卫他早年的时候要脱离扫罗的追赶 啊 承受大卫之约 之后 但是呢 是在跟八十八 犯罪之前写的 啊 但是呢 他把这一篇的诗篇呢 却放在上午而记的最后 因为呢 这一篇诗篇 他就总 他似乎是总结了大卫的一生 他所经历的 他是怎样顺服神 依靠神 脱离肉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哈 所以这篇诗篇呢 是可以帮助这些读者呢 啊 来从大卫的一生中可以来学习哈 大卫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呢 他开始的时候就歌颂赞美 为他成就救赎的 这个耶和华上帝哈 上帝是怎么样的救赎他 然后他就讲明他怎样 为什么会蒙上帝的救赎 蒙上帝救赎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呢 他就赞美自己能力来源于耶和华神 意思说呢 他能够 这个打败 这个战胜一切的敌人哈 是因为耶和华在帮助他 然后呢 他最后就送赞这一位活着的神哈 从这篇诗篇我们可以看见哈 大卫呢 他虽然经历了很多失败 而且呢 他败得很惨 但是最后上帝呢 仍然恢复他 所以他就是要告诉读者哈 其实呢 当人失败之后呢 也可以像大卫一样 被神挽回 重新恢复 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光景 如果他愿意 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 然后重新信靠神 上帝呢 必定把他带回 他应该有的光景里面 二十三章所记载的呢 是大卫的末了的话 可能是他临终前 对所罗门所讲的话 当大卫经历了一生的功课 肉体的生命来到末了的时候呢 但是呢 他的属灵生命却越来越成熟 以至于呢 他可以完全的被圣灵管理 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 这里呢 大卫呢 借着这个神的灵所讲的话呢 他就预言了上帝 会赐下一个理想的米赛亚君王 这位理想的米赛亚呢 这个君王呢 是公义 是敬畏神的 而且是赐福百姓的 大卫呢 他自己虽然并不是这样子的理想 但是呢 上帝却与他立这个永远的约 就是使这个公义的统治者 米赛亚呢 能够透过他的这个命脉出生 来到这个世界 完成他的使命 所以大卫呢 他很确信说 上帝的这个约呢 这个应许呢 会成就在他的 这个生命当中 在23章8到39节 记录了 然后遵从了 跟大卫一起并肩作战的勇士 这些勇士呢 不但有12个自派的人 还有立位人 还有这些 这个外邦人 他们当中呢 有些人很厉害 一下子可以杀了800个人 有些呢 只不过是这个 这个拿兵器的人 没有去打仗 只是拿兵器的人 但是呢 他们也被记录在里面 虽然呢 这些的人呢 他们的能力不同 出生不同 但是呢 他们都同样的 被上帝数算在里面 被记录下来 所以他们呢 有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他们很重心 他们要建立上帝的国度 所以他们呢 上帝就使用这些中心 愿意跟大卫 彼此配搭的人呢 来建立大卫 在地上的国度 其实呢 就是要 就是在建立上帝的国度 大卫的生命走到尾声的时候呢 受到撒旦的试探 去数点以色列人 还有犹大人 去数算这些百姓的人数 那么大卫数算这个百姓以后呢 就心中很自责 向上帝承认 行这个事大有罪了 然后就求神除掉他的罪 但是呢 上帝就借着这个加德先知 向他宣布了三样的灾祸 给他选择 第一呢 就是七年的饥荒 第二 就是不要被仇敌追赶三个月 第三 国内会有三天的瘟疫 上帝呢 让大卫选择这 所选择的这三个灾祸呢 每一样呢 都是因为不遵守 上帝的诫命 所会得到的咒诅 但是呢 大卫呢 他却没有从 直接从这三个选择里面 来选择一样 而是情愿呢 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让上帝来决定惩罚的方法 因为呢 他知道呢 上帝是有丰盛怜悯的神 大卫很聪明 但是实际上呢 大卫他所选择的是第三样的灾害 就是呢 他要跟百姓一同受罚 因为呢 大卫做王啊 做王他身为一个王 他在饥荒中 可能呢 他也可以得 因为他是做王嘛 所以他可能也有可能 优先得到食物的供应 如果呢 会被仇敌追赶 三个月 他在被追赶当中呢 也会优先得到保护 但是呢 唯有这个瘟疫呢 能够死 不管你是谁 都同样会落在上帝的手里面 结果呢 上帝呢 就让这个瘟疫 在以色列人当中 结果呢 这场瘟疫呢 就死了七万个人 后来 这个大卫呢 他就呼求 上帝停止这场的瘟疫 上帝呢 就叫他 在耶布斯人 这个亚劳 哪 亚劳哪的河场上面 去献祭 上帝呢 特别要求 亚劳哪河场 作为献祭的地方 其实呢 是有很大的含义的 这个亚劳哪河场呢 是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 这个山呢 是当初亚伯拉罕 献以撒为祭的地方 当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呢 上帝就为他预备了恩典 以一只羊羔来代替以撒 所以是上帝 为亚伯拉罕预备恩典的地方 所以呢 亚伯拉罕为这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意思就是说呢 耶和华在这个山上 必会有预备 现在呢 上帝呢 他再次 指示大卫 在这个耶和华以勒 耶和华必预备的地方 祝坛献祭 就是呢 要在这个地方 他要 让这个大卫知道呢 他在这个地方 他要在这个地方呢 赦免 给这个大卫 这些 给大卫 施行赦免 施行恩典 的一个地方 后来呢 这一个地方呢 也成为 所罗门 建造圣殿的地方 当地主亚劳哪知道大卫要这一片土地的时候呢 他就 愿意 百百奉献 免费奉献给大卫 但是呢 大卫他却不肯用百百得来的东西 来献给神 他就决定用钱 买下了那个地的 那一片地 还有那个牛 来献给神 大卫在那里献完祭之后呢 瘟疫就停止住了 上帝特别指示大卫呢 要在这个 亚劳哪的河场 这个耶和华以乐 的地方 祝坛献祭 而大卫呢 他也很体贴上帝的心意 买下了这一块 耶和华以乐的地 就完成了建殿的预备 上帝呢 其实透过大卫向百姓写明 他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表明呢 他将用他自己的预备 使他的国度 建立在那一个的地方 所以呢 是要兼顾 以色列百姓的信心 他是为以色列百姓 预备的神 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呢 让我们看见呢 上帝他是怎样介入 在历史里面 在怎样在背后 掌控 塑造这个历史 大卫呢 他真的是上帝 从灰尘里面 抬举的平行人 从粪堆中 提拔的穷法人 大卫当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上帝呢 就赐下了圣殿的建造者 就是他的儿子 所罗门 当他第二次犯罪 上帝就为他预备了建造圣殿的这个亚劳南河场 所以在上在这个大卫的一生里面呢 我们看见了上帝他拣选人 救赎人 他又挽回人 然后造就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 还有他工作的法则 所以我们看见 大卫呢 他被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并不是因为他实权实美 而是呢 因为呢 上帝拣选了他 救赎了他 他也愿意被上帝挽回 当他犯罪的时候呢 他愿意认罪悔改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遵从神的旨意 让神的旨意呢 在他的生命里面完成 所以呢 今天我们呢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有他的旨意 也有他的命定 我们呢 也有我们的软弱 也有我们失败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回转归下 上帝呢 也能够 也愿意 挽回我们 塑造我们 让我们成为 他手中的器皿 让我们呢 成为 他在这个世界上 完成他旨意的 合用的器皿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